我喜歡喝橙汁 橙?不是那麼橙 應該是橙,不是橙 我喜歡喝橙汁才對 蠍子加封 蠍子?蠍子有毒的,還會釘人 那不是蠍子,是壓字 壓字,壓字加封,壓字加封 越趕越對 趕?為什麼這麼趕? 不是趕,應該是講 越趕越對 歡迎大家收看越趕越對 我是節目主持黃念恩 粵語是香港人經常使用的語言 也是大部分市民的母語 我們自小已經學習粵語 對於用粵語來交談 覺得非常熟悉 所以很多時候 也未必會留意自己的發音是否準確 遇到不懂的字 也未必會馬上查字典求證讀音 因此就造成很多懶音或誤讀問題出現 懶音? 不好意思 我想問 知不知道這個恆花村怎麼去? 恆花村? 你是不是想去香港島那邊 恆花村? 不是,就是恆花村 怎麼了?你們不認識去? 不是,我們不是不認識去 而在香港沒有恆花村 恆的收音是N 讀完一條舌尖要向上橋起 碰著前此額銀 而恆的收音是NG 讀完一條舌尖是平放的 是的,恆花村 每個人都有名叫我 他叫我做吳之地 所以我讀到吳之地在哪裡 很少人姓吳 你是不是姓吳?先生 其實吳之是舌筋鼻音 要開口讀 其實我很久以前都去過 不過我經常都轉錯車 所以我今次不想重蹈覆轍 你去過? 你不是去過 你是很久以前去過恆花村 如果你重視正確的讀音 你就不會重蹈覆轍 其實我也有一點點印象 不過我經常轉錯車 好像那個… 甚麼… 北角和質如蔥 我經常都在那個轉車 不知道多少個站 不是北角,是北角 也不是質如蔥,是質如蔥 北和質都是T收音 而北和質就是K收音 但讀音都不同 難怪你經常轉錯車 現在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先走了 走了 拜拜 喂… 喂… 太兩晚了 我剛才在北角和質如蔥那邊 都走過 我經常聽到有老師和小朋友這樣說 小朋友是不應該說謊的 其實應該是小朋友不應該說謊 各位老師 大家要努力學好正音 因為你們對於小朋友的影響力 是很大的 在漢語裡面 每個字都是單音節 而粵語都不例外 我們學習拼音的時候 只要懂得把漢語的字音 分成聲母和混母 所謂聲母就是指字音開始時的負音 consonant 而在應用的時候 又可以叫做起音 例如困難的難字 聲母是an 我們都會說難的起音是an 在聲母之後就是混母了 例如難字的an起音之後 就是混母an 合成nan 混母還可以細分為混幅和混尾 例如數目字的三 s就是聲母 am就是混母 而其中的a就是混幅 m就是混尾 母聲母的字 我們叫做零聲母字 例如安全的an字 search for the 過海買美衣 蛤? 你的懶音那麼重要 多美也沒有用 不是過海 是過海 買美衣 全就是過海買美衣 有疑永固 很多人都像你那样是有疑永固 但是其实这个疑字应该是读作二字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疑永固 香港人讲母语粤语有两大毛病 第一就是发音不准确 第二就是常常读错字 先讲发音不准确有什么现象 第一种就是 就是n和n的起音 现在的趋势差不多是n起音的字 都读了叫l起音 好像男人变成男人 女人变成女人 总之里里输一输就读了 由热心推广粤语语证音人士组成的 粤语证音推广协会 在过去三年 推行了一连串的粤语证音推广活动 透过教师培训活动 学生推广活动以及比赛 加强师生对粤语证音的认识 其中和香港电台合办的 学界粤语证音大赛 至今已经是第三届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进入 今届学界粤语证音大赛 决赛的三对同学的备见情况 呢 是批证音大赛 当然是株证音大赛 毕红